很多小伙伴问刚毕业没背景的小镇做提加怎么办 是不是只有一条去大城市的路 很残酷的讲基本是这样 这个世界残酷的地方就在于 你的终点可能确实是别人的起点 别不服 大家有兴趣了解下一线城市 那些国际学校的小孩们日常开支 相信我90%的人奋斗一生也达不到 90%太保守了 95%吧 不过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问题还不是追赶那些金勺们 最关键的任务是回收教育成本 让自己和父母过上相对健康富足 那么一丢丢的生活 这时候去大城市全就成了唯一选择 有小伙伴说 去考个小地方的公务员不香吗 不太懂你们那边的具体情况 反正我周围来讲 他们刚去体制的那帮人 每年都需要父母给补贴 体制内刚开始那点钱真不太够花 以至于不少人发出感慨 家境不好 别尽体制 那些人过了十来年 慢慢日子就明显超过周围人了 可以补贴父母了 父母情况不太好的小伙伴 挺过这十年还是挺难的 所以我从来都劝大家 没背景的普通人 去大城市 去房价最高的大城市 那里的人工资不高 撑不住那么高的房价 你说将来买不起怎么办 买不起再回小地方呗 又没啥损失 耽误你在小地方淘金了 所以说 首先要去大城市 其次要去自下而上的大城市 去大城市没必要多说 繁荣是聚集的函数 创新和突破也是聚集的函数 只有一大堆人聚集在一起 相互协作 思想跟病毒似的 在人群里不断碰撞 不断变异 时间长了 总能搞出点啥来 繁荣和创新 好像跟大部分人没啥关系 不过一般新东西出现之后 会迅速窜起来 把相关的那些人 都带到一个 不属于他们的高度 太多人牛逼之后回头看 发现自己 其实当时在人群里并不显眼 不知道怎么就起来了 可能是摊上了一个 快速成长的公司 可能是学了一项新技术 也可能皆是一个很牛逼的人 整个过程中 巧合大于努力 所以慢慢越来越相信命什么的 这也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 从前往后看都是努力 从后往前看都是运气 运气是碰出来的 小地方就那么几个人 几家公司 想碰都费劫 但是城市和城市又不一样 有些城市是自上而下的 这种城市核心 特点就是 这个城市里 整个社会消费中间 全在体制内 或者是公务员 或者是企事业单位 剩下的人伺候这些人 比如提供饭店 装修什么的 或者说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炉子 它是需要输入能量的 观察它的能量源 就能知道 这个城市是朝着哪个方向的 自上而下的城市 通过别的省财政转移给它 然后一级一级分下去 比如我的老家 我就不说是哪了 反正是山西的一个小地方 它就是典型的自上而下 那地方没有任何产业 每年的收入 主要就是转移支付后 变成公务员的工资 然后公务员消费 带动其他人的收入 这些年 大兴土木 也付了一些人 大家发现了吧 这类经济 是很依赖 从上往下灌水的 这样的城市 在过去很多年里 社会阶层变化非常小 主要也是没啥可变的 大家最好的出路 就是进体制 挤破脑袋进 所有的技能 都用在了钻营和人际交往上 而且在这种体系里 人其实是被固化的 你有创意有想法 这不是优势 可能反而是劣势 这种地方所有事 都有很固定的章程 你只要按着章程办就可以了 而且岗位也不咋变动 属于绝对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里 大家没有秘密 就得更加规规矩矩 当然了 我不是在反对拟禁体制 其实绝大部分人 很适合体制 却进不去 不过 咱们这篇文章 主要针对的是 那些进不去 或者没进去的 那啥是自下而上的城市呢 城市的收入源头 是无数大小企业 做买卖赚钱 然后交税给政府 政府还能给中央上交 这就是自下而上 这种城市 一般共同特点是 民营经济特别活跃 而且总共也没几个 如果在直接点 基本都集中在两个三角 也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 天下财富出东南嘛 那几个地方通过商贸崛起 从唐朝开始 就是富裕地区 当然了 上海以前没啥存在感 深圳以前也几乎不存在 但是他们所在的那边区域 已经富裕了上千年 此外800年草运 一直都是从杭州那一带 向北方转移物资 可见那地方一直都很富 一般凡事都有惯性 一般历史上富裕地区 往往能持续富裕下去 穷地方也会持续穷下去 除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般是商道的起伏 比如敦煌 大运河沿线城市 江西 都是商道变换的受害者 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 年轻人想机会多 去商道节点上待着 大家注意一下 富裕地区往往是环境 跟观念的相互进化 长三角和珠三角 那地方适合商贸 因为它们是陆地和海运的接口 导致那地方的人 天生对商业敏感 一旦对外贸易兴起 利用地理优势 很容易变得非常富 富了之后 对商业会更敏感 然后进入了一种 稳定的正反馈 这些地方对商业 平等 交易什么的都很敏感 并且作为常识和基础知识 灌输给了下一代 这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大家不做自媒体感觉不到 太多人的思想水平 依旧处于大清 问题是 他们自己是感觉不到的 还把垃圾观念传给下一代 这才是令人绝望的所死 下一代得赶紧去大城市 把那些垃圾洗掉 这也是为啥历史上 那地方富裕地区 多次在战乱中被砸了个粉碎 等到重建之后 又是附属繁华之地 最近的一次 太平天国运动一度把苏杭那一带 彻底移为了平地 战争结束后 江浙财富很多搬回了湖南 得到了那么多财富 湖南整体变化不大 但是180年过去了 江浙那一带又发展了起来 这也是我想说的另一件事 网上经常有人说 西方发达是掠夺了美洲大陆 所以才能过日子 这个说法倒也不能说全错 但是也不能说全对 西方做的事有点像是一个人出去外边打劫了别人 有了本钱 然后用这些钱去做买卖 没本钱肯定是一切免谈 后来越做越大 商业革命推动了产业革命 才有了工业革命 不能弄反了 商业必须得是先行的 中国也是加入世贸后 搞市场经济和外贸 外贸推动了产业的大爆发 单纯打劫是不行的 历史上打劫最厉害的是蒙古人 你看他们搞出来了啥 而且他们打劫到的钱也没了 如今北方其实是很尴尬的 因为北方的头部城市只剩下了北京 我在北京待了十几年了 有一说一 这地方真的不错 除了户口太难 孩子教育太难 很难留下 其他地方其实很不错 哪怕你一点技能都没 在这地方也能拿到老家好几倍的工资 你说房子很贵啊 其实北京的房子是严格分级的 不管你是哪一级 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比如有上亿的独栋 两三千的大平层 卖给没老板和上市公司老总 还有一千来万的改善住宅 卖给生二胎的精英白领 还有天通院三百万就可以上车的上车盘 卖给普通刚需 最后北京周围有各种鸡脚嘎啦 有那种核租房 二十块钱一个铺位 北京有大量的基层工人 每天坐着武林红光到处奔波 赚到钱给老家邮寄回去 晚上就去城中村待着 不过按理说 北方第一大经济体 应该是天津 面朝大海背靠平原 还有九条河 天生富贵的造型 唯一的问题是 这些河流量太小 加起来连长江的零头都比不上 天津也就坐不了上海 不过地理位置依旧比北京强太多 事实上 北京不坐首都那些年 北方第一大城确实是天津 北京古代就一直养活不了自己 需要通过运河给自己输血 而运河的起点 就是苏杭那一代 长期看来 我对北方城市里最看好的北京之外 是天津和青岛 他俩像啥呢 像俩榜大腰圆一看 就是那种能披肩直锐冲锋陷阵的大佬 可如今天天在营地的烧火做饭做厨子 这不搞笑吗 不过发展时间依旧太短 慢慢大家都会回归到属于自己的历史定位 毕竟大城市的兴衰周期都是以百年纪 所以咱们经常说北上广深 这四个城市整体不太一样 不出意外 将来长三角和珠三角会越来越大 因为人口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累赘 他们也愿意吸收人力 那些区域的城市会连成一片 人口可能会继续向那边聚集 可能有小伙伴纳闷 这样下去 两个三角会不会把全国给吸干了 也不用担心 首先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那些地方 很多人是不愿意去的 街后也只有最热血最激情的年轻人 会勇闯大城市 那些超级城市也跟古代的边疆似的 挥洒血汗建功立业的地方 注定是少数人的游戏 绝大部分人想想都有点虚 此外大家去长三角 肯定是因为待在小地方啥也干不了 还不如去一线试试 说不定将来能把一线的商业模式带回老家 事实上 我国过去这些年也是这么个发展历程 经济一直在从两个三角沿着内核和公路网向内地辐射 本质也是资金和知识 从一线通过人口潮汐再向内陆辐射 而且内地城市想解决人才外流 应该想的是怎么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怎么让年轻人觉得待在你这里比背景离乡去其他地方强 而不是天天担心人口外流却什么都不做 文莫总结下 如果在老家没背景没实力 那就应该去闯大城市 去商道城市待着 那里流量大 碰壮多 而且既然闯 就别保守 直接去北上广深 经历最猛烈的炮火洗礼 大不了不行再回去 没啥的 这些城市每年都会迎接潮水一样涌来的年轻人 还有潮水一样退去的中年人 大家把青春献祭给大城市 大城市才能永远年轻 作为回报 会把一部分人拉上去 相对来说 南方比北方好混一些 也不是南方 其实是沿海 海洋就是天然商道 而且去那些城市容易留下来 最后说几句关于信心的是 今年的环境你们都懂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种情况你只要不瞎投资不欠债 整体影响没那么大 当你唯一的资本就是你自己的时间 事情反而好办了 毕竟这种情况下很难赔钱 不出意外 今后这种情况也会周期性的经历 从复杂系统层面 本身也避免不了 上升波段肯定会酝酿风险 直到风险积累到没法回避 开始爆发 然后趋势掉头向下 向下也不是完全没好处 起码能让人思考 之前什么是做对了 什么是做错了 修正错误 达成新共识 经济慢慢又开始进入了声浪 比如对商业的重要性 太多国人依旧没有达成共识 这些东西都属于门槛知识 跨不过去这道门 这辈子都只能在门外待着 所以说别纠结别内耗 越是一穷二白的年轻人 反而越应该坦然 从此以后 哪个方向都是向上 在这边